大家好,今天讲一下韦格对我们的身体有哪些影响 大家需要了解一下 韦格类的药物在中国的市场上已经有二十多年的历史 到目前来看还是比较安全的 它有一丁的不良谎音 因为它是一个扩张血管的药物 当初是用来治疗降压的 当时效果并不很理想 对于它功能障碍方面却有明显的效果 所以就用来改善这方面的问题 它正常的治疗剂量是比较安全的 当时对有些人正在服用硝酸之类的药物的人群 它是不能够同时服用的 会加重血管的扩张程度 一般常见的不良谎音主要有口肛、舌兆 有的人可能会觉得心跳加快 有的人会感觉头痛、头庸、脸缝 一般的情况下都是一过性的 都是比较轻微的 而且也不是每个人都会出现这个不良谎音 遇到一些有不良谎音比较厉害的 我们可以减少它的剂量 它的症状也会减轻 也不用太当心 当时在服用的时候 最好要在医生的指导下来使用